大家好 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国叉 路人总是不缺乏影帝影后 所以咱们继续那些年遇见的路人影星了 这个系列我会坚持做下去 一直做下去 大家如果遇见路人演技高超的民间高手 可以把视频发给我 然后的话咱们看录像 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玩家叫幸福的你脸子 四五区的玩家感谢他录像 还是说一下选将 曹丕主攻 曹丕主攻我就不多说了 选输出武将 这里面比较好的小关张 还有这个诸葛克都比较不错 看看他选的什么 许晃旁统 我不建议选啊 关云平和佐词的话比小关张和诸葛克要差一些 大概这个样子 他选了佐词啊 那骑手的话 现在还是比较好的 一个孙策 一个鲁素 温下场的酱面 刘扇可以标个反贼 这么远的春哥 反内吧 标个内吧 鱼魂禅 八号位不大好说 如果是二号位的话 满向反贼的话 满向反贼的 因为二号位的话 如果是忠臣 就是选普通雕禅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选鲁魂禅下落主公 嗯 八号位的话不好说 然后的话 曹冲 关屏 寻遇 也都不大好说 然后大概这个样子 看一下吧 主公顺了一下曹冲 嗯 然后雕山说 没得选啊 其实我个人觉得 忠臣 这个话 选鲸肩禅禅禅禅禅禅 不过也不过看位置了 主要是 要是 呃 位置好的话 禅禅禅也是有很大的发挥的 跟曹冲配合 反正我的建议是选离间禅禅 比较稳定 曹冲放AOE 那肯定是跳中了 就毫无疑问啊 又卖出一个化身诸葛啊 这个化身就非常强了 诸葛 五素 看他会忙忙翻谁选择 为什么不翻刘善呢 刘善是明反 对不对 为什么不翻刘善 这里面 最反的 反的不能再反的 就是刘善啊 曹冲直接去杀一个春哥 这跟春哥有多大的仇啊 这主持绩亮肯定是激昂啊 因为还有村侧 额外肯定是亮激昂 那主持绩被翻了 也没 这个也没有什么办法 那他不主攻不翻刘善 那这个是真没得 刘善是反的不能再反了 关平顺曹冲跳反 那春哥也跳反 怪不得这个曹冲跟这个春哥这么大仇啊 直接九杀拍过去 照春哥脸上呼过去啊 然后春哥掉过头来就一顿揍曹冲啊 这个官屏发动了龙吟啊 就是肯定是那个什么 肯定是反裂了 肯定不是在装身的 曹冲死了 曹冲是个内奸啊 那死就死了吧 曹冲死了的话就是 死了也死就死了就死了吧 他反正照着春哥打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他要是内奸愿意选曹冲的话 他肯定瞅春哥嘛 春哥完全克他 然后刘善不出意外跳吧 没有任何疑问啊 所以曹冲就是该翻刘善啊 肯定翻这个主持绞不对的 然后看看寻遇啊 火攻 火攻刘善 火攻刘善 然后杀一道刘善 然后也没气牌 吐了一口 这跳什么人吧 跳得好像挺中的身分啊 咱们看看吧 结果这个离婚禅 就离婚了 作词啊 那看看离婚禅 接下来动作 那离婚禅跳中啊 那是那是怎么回事啊 那很明显 这个群遇是反对在装啊 首先他这么多牌 不可能没有基本牌啊 其次的话 他还能驱虎观平打春哥 他都没有动 他就一系列动作 然后这个刁蝉就信了 把主持绞交给坑了进去啊 这一下翻面 等于就是亏大发了 翻了队友 自己被翻面 然后啥还没做 这是没有杀啊 刚才主持人家说了有九的 如果是有就有杀的话 直接一个九杀 就照左字拍下去了 悲剧了 咱们接着看 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这个群遇就是一顿装身的 离婚禅就完全被骗了 然后主攻也骗了 开始开始杀操批 不是不是杀操批了 杀佐茨啊 佐茨继续卖学 0.5倍速了 好寂寞啊 看一看其他人会怎么判断一个身份啊 当时他们还躺着好像这个群遇和佐茨都在都在说话 我不知道他们的还可以看一看 我没细看 然后那个貂蝉说 我想说的群遇是法 然后他们现在都开开分分 开始纷纷疑惑 看看有没有人信或者怎么样的 这个开了个五谷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位置比较好的 开五谷 射的桃 刘善贝勒 来个气牌 看群遇这个会选择怎么打 他应该还会继续杀佐茨 这个激昂一下 神激昂不在啊 不像我之前做那个基金里的神激昂啊 看会不会有人救啊 然后关屏救了一下 这个貂蝉已经反应过来 从这聊天 聊天里来说已经看出这个貂蝉反应过来 但是那个关屏没有反应过来 出头救了一下 然后咱们看这个 左思怎么打 左思亮出来一个二张啊 他直接给了那个春哥一个皮简易啊 然后开始杀这个寻遇 骗龙吟 反装身份 这个 关屏中招了 还是先用黑杀 再用红杀 这个关屏果断不刷了 各种各种演技啊 当然第一轮寻遇装的其实很好啊 这骗出了巨大的收益啊 可能这个时候场上玩家纷纷反应 纷纷反应过来了 尤其这个貂蝉和主攻啊 这个关屏还没有反应过来啊 然后给这个二张人牌二张亮雷狐固证啊 当然他可能牌也是出不出去 直接杀主 关屏可以龙吟啊 没有太大问题 看看春哥能不能反应过来巡遇是什么 怎么说呢 在这种局就是装身份 他有人就是看不出来 有人就是看不出来 然后春哥也没看出来 去查巡遇 怎么说呢 就是左资他反装身份 通过给春哥一匹简一码 让这个反贼一下就迷惑了 又迷惑了 本来可能说反贼觉得 已经看出来巡遇可能在装身份 通过这匹简一码 又让反贼懵了 刘善也不敢放权左资 也不敢放权巡遇了 就放权了一个白板春哥 春哥会选择杀谁 吃了个桃 过了 看看巡遇吧 巡遇这个时候赶紧把身份跳了回来 怕再乌龙了 先乐了一下主攻 再驱虎 打左资 他不想要反正再救了 不过很遗憾的是曹皮手里是个桃 曹皮救了一下鲁素 不是鲁素啊 这个左资是有鲁素的化身的 可以亮鲁素了 这样鲁素的话 直接一录 这张桃圆可以开一下 因为毕竟的话 现在他自己的血线非常残啊 还是要保存一下血线比较好 直接一录 然后开个桃圆 可以 回头外的话可以亮孤正 看一下貂蝉 看一下貂蝉能不能起距离 起距离的话 可以离魂这个观评啊 之前是有酒的吧 之前离魂的 左资的明酒 直接一记酒鲨拍过去 那这回就赚了 拆掉这个乐 之前观评狠这句的刷的牌 全被貂蝉弄走了 我要是观评我就刷一首闪 把功能牌全刷掉啊 明显那个貂蝉要离魂他的 其实蝉蝉打的蛮不错的 骗出了很大的收益 很可惜的就是 我想说就是反雷反个不过来 已经把貂蝉给骗了 骗了很大收益 只要反贼反应过来 把这个左资推掉 其实真的是反贼赢的局啊 真的是反贼赢的局 但是反贼没有看出来 这很遗憾 然后再加上咱们主视角 有反着稍微反装了一下 使反贼陷入混乱 我个人觉得蝉蝉其实装的还可以 但是怎么说呢 你中神的话要看 也是能看出一定破绽的 蝉蝉他有基本牌 他肯定有基本牌 他不拍都上 但是效果 既然效果出来了以后呢 你反对为什么反应不过来呢 对不对 现在的话就暂时还不太好说 因为左资的化身还是比较好的 一个AOE开出去 那蝉蝉肯定要被翻了 我个人觉得这个AOE放的不太好 你把反裂拳打成残血了 貂蝉直接死了 直接死了 这貂蝉什么手牌 你还直接死 难道是想给主公送牌吗 不过主公被乐了 不知道貂蝉什么手牌 看不到 然后主公说为什么貂蝉 可能是 他说说原因 可能是貂蝉真的手里有保命牌 他自己 然后他自己不想活了 不过我解释了 翻蝉育没有任何问题 翻蝉育保鲁速冻 直接双陈速 拍这个观评 没有问题 看你看主公的乐吧 不是乐啊 是个兵啊 说的呢 我一直看错了 看成乐了 这个兵啊 那可能说这个 刁蝉手里有什么牌 就是想给主公啊 难道就是联组是他给的吗 直接一个九杀拍过去 可以刷牌啊 因为曹匹已经挂联组了 不过曹匹的牌序有问题啊 你要是九杀不要挂联组 这样的话 观屏他不敢刷牌 你挂出联组以后 观屏肯定要刷牌的 对不对 牌序略有问题啊 系牌不正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牌序是略有问题的 多让观屏过了张牌 如果观屏被乐了 就怕观屏出来了 然后这个牌也没有减 没有什么问题 春哥没有摸杀 摸到杀 给他鼓动一下 三不去 看看放拳 看看会放拳谁 这个南蛮他憋的憋不住扔出来了 会觉得这个南蛮真的不应该扔啊 你扔这个南蛮就是崩盘的节奏啊 两记南蛮 两个南蛮是明的 这样的话主公就是 在左词一会放南蛮的时候 主公就可以翻左词了 因为这两个南蛮都是明的 都是扔出来的 对不对 还有他有诸葛的化身 有鲁素的化身 好施地蒙 没什么好 好施地蒙的 可以用诸葛 关心一把 可以把好牌都放在上面 如果是好牌 这火攻应该放在上面 对 因为的话主公是知道这明的两张南蛮 如果是放南蛮的话 主公肯定要翻这个左词 你杀过去 但是还摔一下牌 摔一下牌容易悲剧啊 如果死了 左词还有出杀的机会 这个南蛮开出去 主公就是可以翻左词啊 因为还是明的嘛 那两张南蛮都是明的 那张火攻被那个谁给刷走了 被那个冠篇给刷走了 继续放 当然还有一次出杀的机会呢 先放 那再选择出杀的机会 看看能不能带走一个人 能不能带走春歌或者群芋 春歌死掉啊 感觉直接把伞给打疯了 看还有没有桃 给力啊 还有个桃啊 可以给自己补啊 你没关屏的话 很可能就死了 顺一下 这手真够骚啊 还能 应该是还能杀一刀 我记得是应该还能杀一刀啊 之前的话 左词第一刀的话 那个谁龙银了吗 左词第一刀的话 左是龙银了 应该是还能处一点杀的 他是忘了还是怎么着 然后看一下吧 但是不过曹平这有点弄 基本上可以直接把反雷都带走了 这个可以刷一下牌 没有什么问题 怎么说呢 就是大家玩的时候啊 多仔细观察一下 自己不要掉进 第一是自己不要掉进别人装身份的陷阱 第二是 就是 在队友装身份的时候 你要 就是通过场上其他人动作能迅速反应过来 第三的话就是 你如果遇到别人装身份坑你 你可以找到合适的实际反装身份坑一把 我以前举的一个最好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你八号刘备主 你八号为一个反贼被前面有人中身装身份坑了 那你出牌的时候啊 你千万不要跳反了 你就跳中 骗刘备的牌 反装身份 反坑 反坑他 总之呢 其实还是说白了 还是对你对你玩家对场上的武将啊 大局观有清晰的分析 他能做出这种装身份啊 或者反装身份 或者识破装身份 经验少的话 或者说理解不透彻的话容易上当啊 那天我们玩了一盘 那个哎呀 那盘是也有个人被骗了 很淡疼啊 我那局录像我没存了 那局录像我比较生气 我感觉那个什么 那么简单的还被骗了 然后我就跑了 跑路了 那个总之呢 所以说你看就是 这路人啊 他也有很多人会玩 那个巡运 其实他真挺会玩 他看到后面有黎魂蝉 装身份 然后借着那个左词被翻面 装身份坑 坑 坑左词 其实其实巡运打的是没有问题的 他这么装是很对的 就反正骗就骗到了 骗不到 也没什么副手艺 对不对 骗不到 他也没打掉流散的血 也没打掉队友的血 屋的就是两个火攻 一张杀 假装拍过去 对不对 骗不到 你就就等于 就正常打就行了 骗到了 那就是赚大发了 结果很可惜的是 他队友也没看出来 其实 其实能看出来的 其实我觉得 无论是貂蝉还是观评 还是春哥 都应该能看出来 另外的话 说说那个 就是界限突破 我看那个T8 有人吐槽说 这个界限突破 怎么样 改这游戏越来越死达了 或者越难玩怎么样 其实我想说的 这个东西啊 界限突破 它是另一种 相当于又一种游戏模式 跟你前的标准包 没有冲突的 就比如你 你有新人玩 教新人玩 你还是从标准包 让他先入手 先学标准包 然后慢慢 再加入军争 加入其他的东西 这个完全没有冲突 并不是说 你那个界限突破 加进来以后 标准包就没了 就不玩了 直接让新手玩 界限突破 那不是这么回事 界限突破 是给就是 已经玩了很久 老玩家玩的 两种不冲突的 我是觉得不冲突的 怎么说呢 你就是有人说 这个 嗯 就是圈钱啊 或者怎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 呃 就是大家如果说 想玩这个游戏 或者说希望这个游戏 能健康 发展 可能说还是需要进行模式啊 或者说呃 武将啊 一些修改 一些就是增加新的元素 不然的话 他你说现在的话 假如还让你一直玩标准包 你愿意玩吗 对不对 这些圈钱这个东西很难说 反正大家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吧 反正现在游戏 我是觉得 你想玩哪个游戏 真是没有不花钱的 玩个斗地主 你还得买欢乐豆 不买欢乐豆 你也玩的不爽 对不对 至于这个花钱多少的问题 这个很难说啊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我只要 我只是觉得就是在 在就是 大家都能接受的范围内 不要太过分了 就可以了 这个无论是商家 对吧 还是这个 这个网络经销商 这个不要太过分了 差不多就可以 大家毕竟嘛 经营游戏也不容易 然后玩家也不容易 大家共同 能营造一个和谐的游戏环境 才是最重要的 咱这样的话 就是反正现在这个社会 我是觉得 无论做什么 是双赢才是最好的 双赢 现在不只是双赢 甚至是三赢四赢 大家都赢才是最好的 不要弄了什么两败俱伤 那样是最不好的 我就是提外话说的比较多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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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